非常簡單 其實我這邊的話呢 假設我要講一下多個語氣 你就可以把這個畫面呢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有個 它原來是英文版 手機拿來的時候 通常是英文的 那你可以改什麼呢 改Language and Keyboard 然後呢 這邊有個Select Language 你就把它Language的話呢 改成什麼呢 改成中文 中文之後呢 現在我再切回來 按Home鍵不要放 按住大概三秒鐘 它會出現剛剛執行過的App 你就直接怎麼樣 點一下 這Lockets先 forward OK那點一下之後的話 它就會出現有沒有 你會發現現在就變中文的 那如果說我有日文的語氣的話 你可以跳什麼 跳日文的 或者簡體的環境 你就跳簡體的 那這樣的話以後呢 不管你這個App 能在哪個環境 它都可以自己 幫你秀出正確的訊息 給那個User 而且 包含什麼呢 包含上面這些東西啦 都要改 那它的觀念是一樣 非常簡單 就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Value 這個Value 各位有沒有看到 你們 你們的預設環境 在那個Resource裡面呢 原來只有一個Value 原來只有一個Value 那如果說你要符合 各國語氣的話 特別注意 我這邊有建了幾個 這個各國語氣的語氣檔 包含就是什麼呢 它的語氣檔的名稱 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夠自己創喔 你一定要按照這樣的方式喔 如果是那個 繁體中文的話 Dash 小R 特別就是大小姐 一定要注意喔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 產生一個中文 繁體中文 它將來如果說呢 它的環境是繁體中文 它就會用這個語氣檔 OK 因為已經有了 所以它會出現 所以它會出現 我幫你取一下好了 那其他像那個 繁體的環境就是 R C N 那 韓文 不是 那個 日文的話 是 J Dash JA 然後那個 韓文好像 Dash KO啦 各位可以查一下 你搜尋一下 應該都可以找得到相關的訊息 那英文環境的話 就是 Dash EN OK 那這部分的話呢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在我的那個 畫面 上面也有 這個上面也有 那個 各位可以 查一下 那個 應該是 第 CH07 因為 DXV 我放在07 第七章 這邊有一個叫 多國語氣的 一個畫面 多國語氣的畫面 那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可以建 四個 四個這個 你的清單 另外的話 如果說你要 請